这一家人的心到底是有多大 一样看飞船就要坠毁了 他们竟然还有心情在打麻将 突然伴随一个巨大陨石的撞击 他们的飞船立马开启战斗模式 降落的速度更是急剧加快 在这危机关头 一家人紧握彼此的传手 其道能够安全降落 眨眼间飞船强行落地 在墙内的冲击下 几吨重的铁箱突然滑落 意外砸在了母亲的腿上 然而更加倒霉的是 他们好不容易逃出飞船 却又忘了关闭舱门 结果他们的飞船 带着所有的物资和补给 瞬间都沉入了冰水之中 可就在几天前 他们一家人 还在地球上开开心心的欢度春节 突然电视机播报了一则重要新闻 一颗陨石即将砸向地球 世界末日就要来了 政府紧急启动了星球殖民地化 他们一家人顺利拿到了船票 并在陨石砸落之间 成功飞向太空 就寻找适宜居住的星球 然而这个星球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小儿子第一个爬上山顶 放眼望去 目所能及的地方 居然全被冰雪覆盖着 而天上 其他的殖民飞船也在陆续降落中 但现在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母亲的腿伤 可医疗设备 已经跟随飞船一起沉入水底 而且现在就连最重要的氧气罐 也没有及时带出来 就在这时 母亲做了一个惊人的动作 她不顾众人的阻止 果断地摘下了头盔 原来母亲发现到 父亲的宇航服早就破损了 这下 夫妻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很快 他们又面临了另一个问题 再过六个小时 太阳就会下山 到时气温就会降到零下60度 可他们的宇航服的电力 只能支撑五个小时 如果再不想办法解决 等待他们的 将是被老天爷活活冻死 父亲提出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天入水里 去飞船中拿取宇航服的电池 但眼下 父亲的宇航服已经破损 母亲的腿又受了伤 唯一能指望的 就是三个惊魂未定的孩子 这时父亲一把拉过小儿子 因为他身材最小 刚好能够从飞船顶部进入 男孩瞬间懵了 总是有些不知所措 一旁的姐姐知道 弟弟还不够成熟 他趁大家不注意 穿好宇航服 一个小跑就跳进了湖里 老在有惊无险 姐姐顺利拿到了电池 可转眼一看 水下竟然开始变得越发浑浊 湖面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结冰 留给姐姐的时间不多了 女孩正在结冰的湖中 快速地向水面游去 一家人正在岸上焦急地等待着 父亲让女孩丢下电池保命 然而湖水结冰的速度实在太快 尽管他已经拼尽全力 但最终还是被困在了结冰的湖水里 他年忙慌张地求救 但一时间家人也不知所措 好在宇航服还有五个小时的供养系统 在这短短的五个小时内 他们必须想到办法救出姐姐 母亲一边安抚姐姐 一边和父亲商量解救方案 然而他的腿伤突然恶化 骨折的疼痛 让他直接晕死了过去 父亲只能拿出小刀 开始不停地凿冰 可按照这样的速度 就算凿开了冰面 姐姐也凿化成灰冷 就在这时 他们身后的冰面发出了耀眼的白光 小儿子立马想到 追击时 他们的飞车一定是撞到了那里的盐麦矿 而那发出白光的物质 应该就是浴水就会燃烧的金属煤 有了学霸儿子的提醒 父亲立马带着小儿子前往矿麦 他们经过长途跋涉 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而这里到处都是纯度极高的金属煤 可就在父亲取煤的过程中 突然一声巨响地面坍塌了 小儿子瞬间掉入了一个冰洞中 幸运的是 他并没有受伤 更让人惊讶的是 冰洞的出口 竟然通往一片茂密的森林 好在他的手机没有坏 他成功连心上了父亲 但男孩也发现 要想靠自己爬出山谷 几乎是不可能了 想比自己现在的处境 被埋在寒冰中的姐姐 显然更加危急 于是他让父亲先回去营救姐姐 自己可以在森林里找一点食物 看到儿子这么懂事 父亲这才放心地离开 但不久后 一个火星吸引了男孩的注意 他连忙打开对讲机 试图联系附近的幸存者 可是却毫无回应 男孩一路跟着火星 竟然在丛年的深处 发现了一架黑色飞船的残骸 但看着外形 显然不是人类的产物 他立马拉出直播神迹 开始记录这一惊人的发现 可就在这时 男孩看到远处 好像出现了一个幸存者 等他仔细一看 我的乖乖 这不就是那外星人吗 慌张的男孩 吓得转身就跑 男孩被一个外星人追上了树 但仔细一看 这个外星人竟然只有下半身 没有了上半身的辅助 外星人也只能在树下发嫩 可危险并没有解除 此时身后突然伸出了一根手爪 正是外星人的上半身 而且它居然有四只手 好在外星人卡在的树枝上 伤不到一旁的男孩 两个人就这样挂在树上 一直等到了天黑 正是一只奇怪的小鸟飞了过来 正好落在了外星人手上 看到这个五彩般若的小生物 外星人居然变得温柔起来 而且他脸上的光 也随着小鸟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男孩也看入了神 可紧接着 外星人脸上的黄突然变得暗带下来 他无助地看向地面 那里的下半身 也显然有些支撑不住了 男孩这才明白 外星人的身体分离太久了 他很快就要死了 然而就在这时 森林里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 还没等男孩反应过来 火焰已经蔓延到了大树周围 他想继续往上爬 却根本爬不上去 他又赶紧呼叫父亲来救他 他根本没有信套 这下男孩几乎绝望了 但看着眼前的外星人 善良了他 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他拿出一根绳子 在珠状的树枝上 来回不停地拉扯 很快树枝断裂 外星人立马掉了下去 救完了外星人 男孩只能害怕地闭上眼睛 静静等待死亡的降临 突然树下传来奇怪的声音 他睁眼一看 外星人居然合体了 他两三步就爬上了树 然后抱起男孩 直接纵身一跃跳出了火海 仅仅因为小男孩的一个善心举措 鸟人瞬间都重破新生 另一边 父亲也拿着梅来营救女儿 他把梅倒入砸好的冰面上 然后点起一把火把将梅点燃 耀眼地燃烧过后 冰面果然烧出了一个大洞 父亲和母亲联盟一起合作 终于女孩的手露了出来 可就在此时 外面突然雷电交加 横过天上就下下了大雨 他们好不容易挖出了洞 又再次被雨水封住了 而父亲的打火机 带了他们只能拼了命地用手遭兵 可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冰湖里的女儿也知道 自己离死已经不远了 最终一家人绝望地趴在一起 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 然而这时 希望来了 小男孩带着外星人赶回这里 在他的寝丢下 只见外星人双手对准洞口 发出阵阵热量 很快就融化了整个冰面 紧接着便救出了奄奄一息的姐姐 然后她又化身暖气片 帮助一家人顺利度过了这个寒冷的夜晚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他们的太空基地之所以被毁 正是因为遭到这些外星人的袭击 而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关注CM 让我们下期再见